本周電玩快達帶領到艷陽高照的美國洛杉磯 看看今年最盛大的電玩展E3 有GameCube最新手把及Logo正式亮相 今天當然也是少不了的喔 要看最新的電玩介紹就要看電玩快達 電玩奇兵艾利克斯 電玩小布林小錢 我們拿到我們的牌子了 我們可以進來了 我們終於到美國 然後呢 今年我們的媒體鎮啊 我啊 不再是超級模特兒囉 今天我是主持人 他都不知道的是個小錢的英文名字叫Kelley Kelley Huang Kelley Huang 我是Alex New 然後我們今天呢 帶了到這個 第七屆的 E3 從今到了洛杉磯呢 在我們的左手邊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洛杉磯湖仁隊的這個主場 欸 湖仁隊 這個是側邊不太好看 可是現在這個湖仁隊正在也在球賽 真的嗎 對 你記得喔 湖仁隊說你要劈頭喔 沒問題 然後在我們後面呢 這就是其中的一個館 總共有五個館 今年聽說 哇 很大耶 很大 聽說這個是小一點的 然後這個是第七屆的這個E3呢 總共還有多少個國家 總共有超過一百多個國家 然後超過四百個公司參展 對 那這四百個公司呢 他們會秀出差不多兩千多個新的產品 從遊戲啊 到硬體啊 到搖桿啊 什麼東西都有 兩千多個 然後這個一個禮拜呢 是五月十七 十八 十九號在美國 所以你們看的時候呢 已經過了幾個禮拜 那這三天呢 會有六萬多個人呢 全世界跑來看 我們是其中的兩個喔 對 真厲害 好 其他的沒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先進去喔 跑去哪裡 我的天啊 還好裡面有猜一個小可愛 你們看到 還好有猜小可愛 沒有看到 小嫻忘記了 我們今年的經濟不景氣 我們沒有帶無線 我們是有限的 這個還是要拔掉才可以跑 剛剛沒有看到對不對 如果有的話幫我打個馬賽克 好不好 你拔掉你就跑囉 好 拜拜 拜拜 你沒事了 拜拜 拜拜 阿里庫斯與小嫻 還有電王快打的製作小組 這會兒可又來當了洛杉磯 不會別的 當然是為了五月十七號到十九號 在美國洛杉磯會議中心 所舉辦的E3展囉 話不多說 就趕快來看看這規模 遠大於東京電王展的 2001年E3展吧 今年整場的重點啊 就在擁有最新遊戲主機的三巨頭身上喔 微軟的Xbox Sony PS2 任天堂GameCube 各家攀位裡都聚集了相當多的人潮 Xbox與GameCube 雖然還尚未正式推出 但已經有相關的遊戲展出 以及讓大家試玩相當的精彩豐富喔 首先呢 先來看看SEI的專區 一靠近 哇 就好像快被那巨型的球體螢幕 給吸住 真是相當的有氣勢咧 展示的遊戲畫面 都是即將於今年 在美國上市的新遊戲 走著的試玩區 除了PS的遊戲之外 還展示了約二十幾款 PS2的新遊戲 不過啊 遊戲當然不只有這些 其他的部分 都分布在各家軟體廠商的攤位 而最新上市的GT3 也設置了專用的方向盤 讓大家試開喔 接著讓我們來看看 熱天堂的攤位吧 除了最新掌上型GBA的展示之外 最受矚目的當然就是GameCube囉 在會場當中 也首次公開GameCube的標誌 而展示的遊戲 有許多都是未曾對外公布過的 像是任天堂的招牌 任天堂大亂鬥 水上摩托車等等的新遊戲 畫質非常的不錯 而且也都設計得相當細緻喔 至於GameCube的手法 在展場上也是第一次出現 還可以直接連接GBA 來當成控制器喔 是不是令你也相當的期待呢 最後呢 就是今年初次登場的 微軟XBOX攤位囉 會場當中的布置 不但是耗費巨資 展出的試玩機台也有不少 像是明左阿比闖天關2 還有可以連線對戰的 HELLO等等遊戲 看看艾利庫茲 這可是他第一次拿到XBOX的手把喔 瞧他那副愛不釋手的模樣啊 小型魔可是早在東京電玩展的時候 就已經先試過了呢 我們也特別請到了XBOX的產品經理 來為我們介紹一下XBOX的硬體機能 到底有多強大 我其實想要給你 在遊戲裡 我會想要給你一點點 但是我會想要給你 我們能夠支援50%的力量 的XBOX OK 他說這個遊戲呢 這是MICROSOP他們自己做的遊戲 叫Project Gotham 然後這個遊戲應該是 這個10月8號買到主機的時候 就可以買了這個遊戲 第二呢最重要的是 他現在只用到50%的XBOX這個便利 能力嗎 對 可是他那個水滴在這裡上面 可以擺光的 所以你現在看來的是 BMW Z3 這個遊戲 這遊戲是非常有的 所以我們是說 這件事是可以從來的 這個電源 它們也有一個大型的 可以看來的 可以看來的 有的 怎麼可以看來的 他就這件事 他對他的電源 他就有這個 所以你能看來的 你能夠保持這個 很高的 我可以看來的 你們看來的 好 一操一操入 这枚是绝 Burke的 你是真正木颠的 现在客战的一大朝 每抓一股的 。 的是 他說因為他車子推過去 煙會往前面 因為那個風 所以他煙會往前面走 然後因為他燈飾到那邊 所以可以看得見 煙會往前面飄 哇 想不到連最難做的水和煙 也都可以完美的呈現 XBOX的硬體可真是強大得很呢 著名的遊戲軟體製作 發行商Interplay 也展出第一款對應XBOX的遊戲 雖然目前還只是在開發階段 但整個遊戲的完成度已經很高了 當我們沉就在獵殺遊戲快感的同時 旁邊有一位不起眼的平頭小子 正為大家介紹一款遊戲 經旁人提醒我們才知道 原來他是大名鼎鼎的冒險遊戲 《古墓奇兵》系列的製作人呢 他正在秀的是他最新的作品Gallion 這是一款與古墓奇兵類似的動作冒險遊戲 不過人物的動作可是更加細膩了 除了這三大遊戲主機廠商之外 遊戲軟體廠商也都各卯足了進 像是一進展場入口的EA 規模就相當的龐大 不但有PS2以及PC的遊戲 就連XBOX的遊戲也少不了喔 加上最隱隱為傲的運動遊戲系列 還有筷智人口的哈利波特 在PC上C&C系列改編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以及007等等都是令大家期待再期待的遊戲 而說到第一人稱的射擊遊戲 多家廠商也都推出了同類型的不同產品 像是Infroquence Activision 微軟的HELLO等等都是相當精彩的作品 想必這股對戰遊戲的熱潮還是會給它繼續的燒下去囉 接下來再來看看其他的酷Game吧 IDOS展出的魔鬼太教2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還有Belizard的劇作 魔獸爭霸3與暗黑破壞神2的資料片 更是大家矚目的焦點 推出東寧霍克滑板系列遊戲的廠商 才在會場當中請來滑板高手來造勢 並且來一場滑板秀 看他們利落了身手 真的是超級的耶 至於史科威爾餐位前面排了一場排的人群 神秘兮兮的到底服務裡賣的是什麼藥啊 哦 原來大家辛苦排了那麼久 就是想看看放映室內的原型螢幕 所播放的太空戰士10系列精彩動畫 看過之後的人都覺得是指揮飄膠 哇 一口氣介紹了這麼多的內容 卻還不到其中的十分之一呢 只是節目的時間有限 E3展的東東有豐富的不得了 當然給大家看的寶珍是最精彩的囉 電玩快打還拿到許多尚未發行的遊戲畫面 之後也會以最快的速度為大家做報導 那就先賣個關子囉 要是想看最新最重點的game 就要鎖定每個禮拜的電玩快打喔 好可愛喔 好像水分了嗎 好像水分了 好像水分了嗎 可可嗎 這是小孩啊 大家都知道它不是水分了嗎 這是飲水機嗎 不是 那個是熱天堂會拍水吃 哦 我真的是一個笨蛋耶 哈哈 我們終於找到熱天堂了啦 你看一看 你看啊 熱天堂有大的一個螢幕 然後是兩層頭的 是在別的電玩展都看不到咧 而且人家看得到 在這種E3看得到這麼誇張 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關不下去 對 然後我們發現這裡呢 噴水池啊 每天都有點小變化 因為以前呢 噴水池就是那個馬鈴又在尿尿 今年呢 小小的 不曉得是什麼東西 可是我發現 那天堂好像比較賺錢 因為他們這裡的地毯啊 比較厚 你都發現 我現在在裡面呢 好 我們現在很好奇裡面 有什麼東西呢 我進去看一下好不好 看我們跟我們 哇 看到了沒 哇 這裡真的太多了 這就是熱天堂的這個管 看到這個上面呢 就很大的一個電視橋 其實不像電視橋 這就是一個電視橋 它就是看到GAME2的LOW COOK 對 新的這個LOW COOK 然後下面呢 還有看到兩個DJ 然後這邊呢 好多人在排隊 發現他們在送GBA 對 在送GBA 真的嗎 對 然後在右手邊呢 你可以玩全部GBA的新的這支遊戲 然後你看到 呃 他們這邊呢 都是有大的電視 上面還有一台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 好 那這樣好了 你去幫我排一點點 GBA 你幫我排GBA 你讓我去玩GBA 我幫你去排 我幫你去排 你去幫我排一台啦 喂 等一下 我拍到的話 當然是我的 好 我幫你排到另外一台 那你們去Cur Game吧 好 如何得到火爆摔角地中 所有的隱藏角色呢 那就是要給他全破勝利模式 可是想要全破勝利模式 可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要打上好幾十場的比賽 會花上不少時間呢 不過玩家也不要太傷心 因為超簡單取得隱藏角色的秘技 大公開囉 遊戲當中同時按下LRY三個按鈕 如果成功的話 就會發出噹的一聲 這時候再進去人物選單裡面看 哇 不管是珠木還是馬場 所有的隱藏角色全部都跑出來了 而且玩家如果進入創造人物模式裡 還可以發現 摔角手的能力點數也從150點提升到了300點 這樣就可以創造出不輸給珠木與馬場的超強摔角手囉 在充滿怪物的惡魔島上扮演救世主的玩家 是否常常會因為等級升得太慢 和錢不夠用而感到困擾呢 救世主當然不能夠遭受這種待遇 所以上帝就派小魔女來幫助各位玩家囉 只要在世界地圖畫面當中 同時按住Shift鍵以及波浪鍵 並輸入T H I N G A M A B O B 就可以啟動秘技模式 之後再輸入G I V E GIF 空格 0 空格 1 X P 空格再加上數字 就可以獲得這麼多的經驗值囉 輸入G I V E GIF 空格 0 空格 M O N E Y MONEY 空格再加上數字 也可以獲得同樣多的金錢 不過玩家可別太貪心囉 如果輸入的數字太大的話 小心遭天譴喔 電玩快打好game不寂寞 今天要帶給你科幻正爭的月球計畫 還有超爆香的錢彈超人大夫喔 加上超可愛的小魔女帕菲爾 想玩優質超好game嗎 都在電玩快打新天氣game喔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未來綜合台電玩快打 我是電玩小魔女小仙 現在小魔女來到的地方呢 哇 不要抖啊 就是那個成龍曾經在這裡拍了一部電影 叫做特什麼 從那個高空上面這樣滑下來 有沒有 叫Rush Hour啦 不要抖啊 閃閃閃你好臭喔 就是那個尖峰時刻啦 你一點都不中啦 你不會掉下來了 我電玩奇兵艾莉克斯 我們現在到了呢 這就是另外一個館 這裡總共有五個館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要去看一些新的PG給你放掉啦 不要我會怕 你看到這裡呢有很多很多很多人 對 然後有很多很多廣告 很多人都在看我們 我們發現這次的廣告呢 全部都是Microsoft Xbox的廣告 然後這裡人很多 真的這個天花板呢很高 差不多有 差不多 不要拉中的用力啦 反正就是那個Rush Hour 我們現在Rush Hour 那個層樓的那個電影拍的最後一個畫面 拍的最後一個畫面 拍從那個紅的地板就 哇 掉下來 你知道嗎 哇 你趕快幫我下來了 我們現在要去看PC Game 我要帶小錢去玩 你趕快幫我下來 我不要去玩 我不要 你趕快幫我下來 你放掉 我放 乖 好 走吧 新PC Game 本公元2150中成功的幫助三大家族完成霸業的玩家 是否感到意猶未盡呢 這款即是戰隊的名作 現在終於推出了新作《月球計畫》 讓這場史詩般的戰役從地球延續到月球上 玩家也可以再次持續在宇宙的戰場上囉 故事從公元2150戰爭的末期開始 正當三大勢力忙著爭奪地盤時 一個神秘的月球計畫已經在暗地中展開 隨著故事的進行 玩家就會發現一個重大的陰謀正漸漸地破壞三個勢力的平衡 就看英勇的玩家是否能夠力挽狂瀾囉 在遊戲當中最受矚目的當然還是三大勢力了 這次除了增加新的單位之外 屬性依然沒有太大的變化 使用坦克等重型車輛的歐亞王朝 基本上屬於權威高壓統治的陣營 而文明合眾組織則是扮演和歐亞王朝對抗的角色 以戰鬥機器人為基本武力 至於喜愛高科技的玩家 月球公會仍然會是你的最愛喔 遊戲環境的心理變化也是會讓玩家大吃一驚的地方 除了戰場鏡頭可以隨意調整外 天氣的變化也會影響到玩家的作戰方針喔 像是遊戲中會出現的潮水 會隨著時間淹沒原本車輛可以通行的地區 如果玩家墨守成規的話一定會死得很難看喔 現實生活裡時間總是不夠用 為了要學會把握時間 乾脆來開一家快遞公司 享受一下和時間賽跑的樂趣吧 遊戲當中有四家公司可以選擇 當然這些公司的資金 人氣等等條件也各不相同 一旦玩家選好開店地段就可以正式營業囉 不過玩家對公司裡的員工要求可要高一點 最好找那種勤勞不通懶 順便會說個兩國語言的更好 等到接到客戶的訂單之後 玩家就可以開始安排送貨的路線 並且選擇適合的交通工具快快上路去囉 如果不小心遇到大塞車 騎腳踏車會比騎車快得多喔 總而言之送貨遲到是快遞公司最大的惡夢 首先我只能夠建議玩家們沒事多存檔 這樣要是一不小心犯了什麼錯 再重玩一次就好囉 不過目前遊戲還在開發階段 有興趣的玩家就再等一下吧 雖然有很多人喜歡打打高爾夫 但在大太陽下走好幾個小時 卻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忍受的 有這個煩惱的玩家趕快來試試看 微軟的高爾夫2001 不但不用曬太陽 還可以翹著二郎腿在家裡吹冷氣打球喔 高爾夫2001破天荒的設計 讓玩家只要用一隻滑鼠就可以進行整個遊戲 所有的動作包括瞄準、選桿、揮桿、擊球 只要手上有滑鼠就通通都搞定喔 遊戲一開始提供了八名球員讓玩家選擇 每名球員都有他的優缺點 甚至連揮桿的動作都不同 仔細到這個程度啊 絕對值得每個都試試看喔 遊戲中收入的球場不算多 只有七個 但是每一個都是世界知名的球場 而且製作得非常仔細 反正在台灣打球這麼貴 不如大家一起到電腦上來一趟世界名球場之旅 保證經濟又實惠喔 玩家們還記得可愛的帕菲跟他的黑貓嗎 那個熱情開朗的小帕菲 在玩家的遊戲裡有沒有跟帥氣的王子結婚呢 沒有玩出這個結局也沒有關係 在這次推出的新作當中 玩家不再是帕菲的化身 而是扮演一個來歷不明的陌生男子 被好心的帕菲在荒郊野外當中解了回家 接下來當然就順便住在黑貓魔法店當中囉 不過玩家身上卻莫名其妙地背負著50萬元的欠債 所以平常還是要努力工作才行喔 除了出外採集或是調配商品放在魔法店裡販賣之外 還多了擺地攤、發傳單、送貨等工作咧 小錢我還發現二代的地圖跟前作幾乎是一模一樣 玩起來真的粉有熟悉的感覺喔 由於遊戲目前還在試玩階段 所以玩家暫時還聽不到遊戲當中優秀的日文配音 我實在太懷念小帕菲可愛的語音了 只是這次的遊戲裡還出現了另外一個也粉漂亮的女孩子 而且她似乎也對玩家這個男生角色產生了好感呢 哇 真是男姐的三角戀情 真不知道這次玩家又該情歸何處呢 從Win95到Win2000 Windows內附了遊樂場裡 玩來玩去也不過那五六種遊戲 所以微軟特地推出了遊樂場補充包遊戲夢工廠 不但售價便宜 還讓玩家的遊樂場一口氣增加了十幾種小遊戲喔 遊戲夢工廠裡總共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全部都是撲克牌遊戲 總共有十二種 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玩家耳熟能詳的經典直拍遊戲 換了規則和包裝之後重新出擊 上次抽烏龜就改名為老處女 可是玩起來還是一樣讓人懷念呢 剩下的十個就是非紙牌的抑制遊戲 規則雖然都很簡單 但是想要玩得好啊 可是會讓人傷透腦筋的唷 其中有像排排陣這種靜態遊戲 也有像珠寶大道帶點動作味道的抑制遊戲 可是不管是哪一種 一口氣做了22個遊戲的遊樂場 絕對可以讓玩家在工作累的時候 想要休息一下時有更多的選擇喔 神獸小朋友喜歡的鹹蛋超人 神獸小朋友喜歡的鹹蛋超人 現在要在大富翁遊戲裡出現囉 這次玩家不只可以扮演維護正義的鹹蛋超人 還可以選擇大壞蛋怪獸戰隊喔 在遊戲裡每個角色都有屬於自己的特別能力 而這一點可是很重要的喔 因為這次的大富翁可不是只有蓋蓋房子這麼簡單 當玩家和對手不小心在同一格裡相遇時 就可以馬上採取攻擊行動 而且玩家如果搭配了適當的戰鬥卡 還可以使出聯合華麗的大絕招呢 另外遊戲裡還有許多豐富的道具卡片可以使用 那還等什麼呀 趕快來參加這場以地球為賭卓的爆笑戰鬥吧 我們來綜合台 電玩快樂 我是電玩奇兵大海力克斯 我是電玩小婦女小嫻 我跟小嫻終於找到了 PlayStation 2 對這個Sony的攤位 然後一看到很大的 Sony PlayStation 2 我們剛剛一進場呢 就看到一個很大的一個球 對你知道嗎 這個球展示了很多現在PS2最新的遊戲 在這邊看了都快流口水了 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特空神碟 第二集還有那個什麼Final Fantasy 還有很多別的遊戲 對 我們都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這個球展太酷了 你知道嗎 但是呢 其實我們進來這個PS2 他會發現有點近近不景氣 對近近不景氣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年在A3 Sony他們都最酷喔 他們的電視一百多台都是那種 薄的電腔的 薄的電腔的 然後發現今年2001年呢 又變寬寬的大電視了 變成厚的平面一點 但是還是很棒很大台喔 對我們要看一下 標了一下 Sony PlayStation 2 就在這個館的正中間 然後左邊是任天堂 所以我們等會兒要去看一看 可是找不到XBOX 搞不好XBOX今天只有自己的一個館 搞不好真的有它自己的一個館 所以我們現在去找一找 那你們今天呢 先看這個禮拜的TV Game 一個人在黑暗當中那是什麼可怕的滋味呢 現在啊鬼屋魔影將要第四度 當年體會這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喔 這款PC上的名作已經是推出第四代了 這次四代不但要跨足TV Game市場 而且一口氣就要橫跨PS PS2 DC GBC四大遊戲平台大小通殺 遊戲一開始 主角經由上司口中得知他的老朋友 已經喪命於一座 稱為Shadow Island的島上 於是就決定和他的女同事 去這個位置的小島上一探究竟 這一探啊 可是探出了一堆可怕的怪物呢 鬼屋魔影為玩家們準備了一個真實的世界 場景當中許多精緻的物品 都可以產生一些特效或是提供線索給玩家 為了不讓玩家遺漏重要的物品和線索 製作小組做了特別的設計 當玩家的手電筒掃過有用的物品時 它會發光一段時間 這樣一來啊 玩家就不會遺漏任何重要的道具囉 以在黑暗當中一個人進行恐怖的探險為訴求 這一次雖然有兩名主角 但卻是各自展開冒險 大部分的光源也是要靠主角手中的手電筒 也就是說主角手電筒照不到的地方啊 可是一片漆黑呢 這黑暗中路該怎麼走 還是藏了什麼怪物 就要玩家親身去體驗囉 不過啊令人好奇的是 不知道遊戲裡手電筒的電池會不會用完 如果用完的話 嘿嘿繼續想像囉 以豐富賽車遊戲而聞名的DC 最近卻像是旱災缺水一樣 都沒有推出好玩的賽車遊戲 害我們DC上的賽車工手們 各個英雄無用武之地啊 不過等待的日子不會太久囉 因為高速之王推出囉 一聽到這個遊戲的名稱 相信許多玩家都已經知道要比什麼囉 沒錯 高速之王這款新推出的賽車遊戲裡 就是要比誰尬得快 飆得萌 遊戲當中有著充滿個性的賽車手與汽車 不過它的競賽跑道更是拼勵 不像一般的賽車遊戲一樣 從頭到尾都是好尬的柏油馬路 而是會參雜一些不同地形的路面 而且路面不是只有好看而已喔 在不同的路面就會有不同的路況 像在火車鐵道上跑就會磕磕磕磕的震骨不停 而在泥土地上跑的話 車子還很容易打滑呢 所以在開的時候要特別小心喔 另外這款遊戲計時賽的系統也非常的特別 在一個人獨跑的計時賽當中 玩家只要在跑完第一圈後就會發現 欸 怎麼會多出了一個亂入的傢伙呢 好 不要緊張啊 那個傢伙其實就是你自己啦 而他所跑的路線就是你上一圈所跑的路線 俗話說好 自己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像這樣自己跟自己的競賽保證更上一層囉 會騎腳踏車不稀奇 用腳踏車做特技才厲害 可是這麼危險的運動 像我這樣水嫩的小女生啊 萬一摔著了可是會讓人心疼的唷 所以啊 還是先跟極限運動好手賣特幅不滿 學好特技腳踏車再來玩囉 在特技腳踏車的世界裡沒有不可能的事 利用一台腳踏車騎到熱格的地方做出炫幻的特技 這是遊戲的目的 套特技的難度來賺取分數 然後以分數高低來決定過關與否 遊戲當中輸入的角色都是真實世界的好手 每一個人擅長的特技也不盡相同 玩家可以在遊戲當中的角色介紹裡認識他們 還可以觀看這些好手在真實比賽當中表演的超高技巧喔 比賽用的特技腳踏車也有多種不同的選擇 每一台都有它特殊的專長 不過一開始玩家只能夠使用一種而已 隨著玩家破關的程度可以使用的車型也就越來越多囉 玩家們你就可以做出更高超的特技囉 最近有越來越多新型的麻將遊戲出龍 但是這些都不夠勁彰 因為在上班族接待麻將裡 你下的賭注既不是賭桌上的籌碼 也不是脫光光衣服 而是賭上一身的幸福 怎麼樣 你敢下注嗎 一個平凡的上班族生涯裡 不管是公司面試還是與客戶談生意 都必須要以麻將來決定你是否成功啊 不過所謂的接待麻將 並不是說每一次都贏牌就是最好的結果 偶爾也要看看四周的情況故意輸掉這一局 否則陪著老闆打麻將結果場場接贏 雖然賭桌上是風風光光 可是前途可能就暗淡無光囉 另外遊戲裡玩家還可以改變麻將桌麻將牌 甚至是麻將桌邊的花樣 怎麼樣你打牌打不順手嗎 那來換換風水改變一下心情吧 如果我將正規的GT3和搞笑的馬利歐賽車結合在一起 那會是怎麼樣的一款遊戲呢 想知道的話 咱們一起到決戰鬥車的賽車場裡看看吧 這款充滿美式風格的遊戲 乍看之下是一款中規中矩的賽車 沒想到啊 油門一踩就看到路邊一個個的道具 接著就是炸彈地雷滿天飛 根本就是一款搞怪的賽車遊戲嘛 想要靠實力取勝去玩GT囉 除了各種幫助獲勝的道具之外 遊戲處處充滿天馬星空的設計 所有的賽車都可以做出不可思議的特技 成功的話還可以獲得性能提升的獎勵 特技越誇張性能提升的時間就越久 這可是獲勝的關鍵喔 除了正式比賽之外 遊戲還做了一個特技模式 讓玩家好好耍個動 靠玩家一台車要利用有限的時間 做出分數最多的特技 這簡直就是賽車的極限運動嘛 愛吉艷后方塊一直到PS主機上囉 欸 在DC主機上也有呢 至於愛吉艷后方塊有什麼特別的呢 不就是方塊遊戲嗎 一進入遊戲馬上看到 哇 好可愛的愛吉艷后啊 沒錯 有可愛的小艷后 來擔當演出是這款遊戲的特色之一 至於該怎麼玩 小星星要來教教大家吧 在遊戲裡方塊共分為 寶石 石塊 神像三種 寶石只要用石塊將它包圍起來 就可以輕鬆消去 而石塊的消去法 則是要將它排成一直線 最後就是金光閃閃的神像了 別看它又大又亮 好像很不好解決的樣子 其實它就和寶石一樣 只要將它包圍起來就可以除掉囉 怎麼樣是不是真的很簡單呢 除了原本就有的大型電玩模式之外 PS版當中還多增加了 考驗玩家能力的神秘模式 在神秘模式裡 小艷后要救出被貓面人生抓走的愛吉眾神們 方法是解開各個關卡的方塊謎題 只要每過一關就可以救出一位天神 不過啊到底能救出多少位天神 這就要靠玩家你的方塊功力囉 棒球遊戲熱鬧展開行人輩出 但是大聯盟中一些巨星的地位 卻是不可動搖的 上市一季可以轟出超過50隻全雷打的Semi Sosa 不但個人成績耀眼 連以它為號召的遊戲 Semi Sosa狂熱棒球也都大受歡迎呢 這款在公元2000年才發表一代的棒球遊戲 藉著Sosa的明星光環殺出一片天地 這一次的版本最大的進步就是畫面了 在前兩代可以說完全忽略這一點 專注在遊戲的內容 但是現在競爭激烈 所以製作公司3DO不得不開發支援 立體加速的新圖像語形 並且決定正式登陸PS2主機 給玩家耳目一新的感受喔 遊戲收入了大小聯賽 以及新舊總共45個球場 每一個都依照原型設計 並且各具特色 球員方面則採用了動態捕捉功能 所有人的動作扁得生動逼真 不過最厲害的地方 還是精確以及完整的資料數據 在超過800名球員 總共有240萬個統計數字資料庫 二喊了上季和下季的資料 哇 是不是眼睛都看花了呢 玩家們有沒有發現 最近有越來越多的推理解謎遊戲 在家用平台上登場 不知道是不是受限於遊戲模式的關係 遊戲的畫面都以簡單為主 不過這款花太陽雨打破傳統 它的遊戲畫面真的是很漂亮的唷 花太陽雨 相信許多玩家一定會想說 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遊戲名稱 沒有這麼複雜啦 其實這個花太陽雨是一個旅館的名字 因為遊戲當中發生的事件 都是在這個旅館裡 所以遊戲的名稱才叫做花太陽雨 遊戲的主人翁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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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一場電影動畫一樣 非常的享受呢 現在正值運動熱潮啊 除了NBA的季後賽 正如火如荼的展開之外 美國職棒大聯盟 也開始新的球技了哦 這消息對我們廣大的玩家來說啊 耶 就是有一頭阿酷的 對銀棒球遊戲可以玩咯 這個禮拜打頭陣的game啊 就是989推出的MLB 美國大聯盟系列 這個系列近了兩年的聲勢很旺 幾乎讓身居龍頭的ES Sports 免了把冷汗 不過它到底有什麼獨特之處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哇 未進入遊戲選單 琳琅滿目的什麼模式都有 例行賽 季後賽和明星賽 這都已經不稀奇了 最吸引玩家的拳雷打比賽 當然一定也有 除此之外 還有球隊的春季訓練 玩家可以跟著自己喜愛的球隊 玩完整整的過玩一個球技哦 這個春季還不只是訓練球隊而已 玩家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創造一個代表自己的球員 利用春季的時間好好的加以調教 如果順利的通過考驗 進入例行賽就可以登錄到球員名單囉 這樣一來啊 就有一個玩家的分身 在美國大聯盟裡了耶 First of Sammy Sosa 為什麼在黑夜的屋頂上跳躍 邪惡與正義的合體 極端力量的湧現 吸血鬼即將復活 廣告後玩Game要你小心哦 第四 三 二 三 三 第四 三 三 第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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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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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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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綜合台 電玩快樂 電玩騎兵還你可是 電玩小魔女小姐 剛剛看到了沒 剛剛拍到了沒 就是XBOX 我們終於找到了 走了好久 終於找到了這個Microsoft 我們發現Microsoft的攤位 在最後面 可是真的很大很大 人很多 但是一進來就好舒服 因為地毯好軟好厚哦 對 它這邊地毯 還跟別的這個攤位的 有點不一樣 這邊比較厚一點 比較軟一點 真的發現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說 今天好像有點經濟不景氣 對 但是在這邊 完全看不到哦 對 因為XBOX真的有花錢 他們幾乎每一台XBOX 在玩的時候 它上面還有一個 電漿的這個點裡面的電視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 上面還有一台電視 然後我最好奇的是 這個東西到底是誰搭的 因為這是在世貿中心 這個會場裡頭 再蓋一個大樓 對啊 有兩層 上面全部都是這種會議室 真的 彈生意用的 用東西根本就是 蓋一個房子 在一個房子裡面 美國人很愛彈生意 所以上面就很多辦公室 對對對 然後我還很抱歉 就是在右手邊有排隊 對啊 我剛剛看到那個排隊 這個排隊是幹嘛呢 我在想啊 會不會是要送東西還是 看到那邊上面有個牌子 寫商品 那個就表示在賣東西 賣產品 XBOX的什麼T恤 背包啊 類似的東西 所以這些人呢 不是要看給你們 你之前是要去買東西還要排隊 交給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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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買東西 對 就這件買 那你去買 那我去玩遊戲 你有沒有發現這次呢 好像有二十幾款多的新的遊戲 對啊 以前有玩過嗎 我上次去日本 大概只有兩三款可以玩 這次二十幾款 我玩到翻了 因為他們說現在這個XBOX 應該是11月多 就要推出這個 最新的Microsoft XBOX 所以現在呢 全部遊戲都已經出來了 我已經得不及了 我要去買東西了 你去玩遊戲 你去玩遊戲 我來這裡見面 拜拜 唉唷 玩T恤 在中古時期的歐洲 謠傳最多的就是那些 只在夜晚現身 像蝙蝠一般來無影去無蹤的吸血鬼了 就算到了21世紀的今天 吸血鬼依然是人們最恐懼的一個傳說 這個世上到底有沒有吸血鬼呢 嘿嘿 聽完小魔女接下來說的這個故事 你們就知道囉 話說在十字軍東征的這個年代 騎士們為了保護教會而戰 自然成為老百姓心目中的勇士 而我們的主角克里斯多福 更是英雄中的英雄 但是在一場發生在布拉格的戰爭當中 克里斯身受重傷 這時一名美麗的修女將她救回教會 克里斯跟寫足一段糾纏不清的故事 就從教會外一聲慘叫開始囉 聽到慘叫聲的克里斯衝到外面 卻發現兩隻從未見過的怪物正在攻擊修女 在打敗他們後從主教的口中得知 原來這個小鎮一直都受到不明怪物的騷擾 充滿正義感的克里斯 當然是答應了主教的要求 前往怪物出沒最多的礦場一探究竟 沒想到在這個礦場的最深處 竟然躺了一隻傳說中的吸血鬼 原來這些怪物都是被吸過血的動物 害怕歸害怕 克里斯還是想辦法將吸血鬼打倒了 難道這樣就給他結束了嗎 嘿嘿 哪那麼簡單啊 更恐怖的未來正等著玩家你喔 正當克里斯收到英雄般的歡迎時 他卻發現自己已經愛上了美麗的修女 雖然明知道這是一段不可能的感情 但是克里斯還是鼓起了勇氣告白 下場當然是遭到修女的拒絕 失魂落魄的克里斯一個人走在無人的街頭 這時突然出現了一個蒙著面紗的神秘女子 原來在這個小鎮當中住了整整一族的吸血鬼耶 而這名女子正是她們的頭頭 結果天啊 我們的英雄就這樣被 驚醒過來的克里斯看著眼前陌生的人 才知道自己已經被童化成吸血鬼了 原來在吸血鬼的種族間也是戰爭不斷 為了增強自己的實力 女頭頭才會看上英勇的克里斯 克里斯果然不負眾望 在交付的第一個任務就展現了非凡的實力 但是克里斯就甘願這樣變成一個吸血鬼嗎 其實啊 在她的心中還隱藏著另外一個目的喔 趁著其他吸血鬼不注意的時候 克里斯悄悄地溜回教會找修女 卻發現整個小鎮已經被其他的吸血鬼給破壞了 而修女也下落不明 從被打敗的敵人口中得知 村民已經被吸血鬼當中的魔法師一族 不抓走當奴隸了 煩惱的克里斯衝進魔法師的大本營 殺光所有的敵人之後才發現 他們的頭目已經帶著修女逃往維也納了 所以話不多說趕快趕路吧 克里斯抵達維也納時已經是白天了 但是心急的他也顧不得吸血鬼害怕陽光的問題 結果法力大減的克里斯 竟然被弱小的人類給抓起來了 可是沒有想到在監牢裡竟然得到了修女的消息 還順便在看不見陽光的監牢當中恢復了法力 這樣一來啊那些武士 哪是他的對手 三兩下就清潔溜溜哦 逃出監獄的克里斯 克里斯好不容易找到了魔法師的頭頭 魂牽莫名的修女果然是被他抓走了 可是沒想到的是善良的修女也被銅化成吸血鬼了 分屬不同陣營的兩人無奈地展開戰爭 但是克里斯卻在房屋倒塌時 毫不猶豫地幫修女擋下了致命的一擊 再次醒來的克里斯 克里斯卻發現自己身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 原來他已經沉睡了800年 痴情的克里斯 第一件事情仍然是尋找心愛的修女 可是修女的棺材已經不知被送去何方了 或許是血族之間的心靈感應吧 克里斯很容易就找到身在現代的同類 但是這個種族的頭頭 仗著自己是不死之身 說什麼也不肯告訴克里斯修女的下落 憤怒的克里斯在得到其他吸血鬼的幫助下 終於在倫敦塔內找到這個頭頭的心臟 掌握到他的弱點之後 嘿嘿 這傢伙當然是囂張不起來囉 於是就從他的口中得知了 修女已經被送到紐約的消息 嗨 真是千里迢迢哦 毫不容易到達紐約的克里斯 沒想到知道的第一個消息 竟然是吸血鬼的魔王要在這裡復活 而且修女正是幫助他復活的工具 為了救出心愛的人 克里斯只好跟吸血魔王來一場生死大戰 哇嘞 這傢伙果然不簡單 不知法力高超還會兩段變身 好在克里斯這位中古時期的基督教英雄啊 身懷著正義和邪惡兩種極端的因子 所以囉 連魔王都不是他的對手 一場惡鬥之後 克里斯終於打倒魔王救出心愛的修女囉 或許在一般故事當中 這是一個完美的大團圓結局 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玩家們以後晚上一個人上街時 如果有一對狼才女貌的情侶跟你搭訕的時候 可別輕易的回話喔 否則嘿嘿嘿 說不定被咬一口 你就變成吸血鬼囉 哇 好累喔 好累喔 我逛了一整天 然後腰三背痛的 我覺得你知道這些人好可憐 後面有些人呢 他們已經排了一天耶 真的 排了一天都還沒拿到他們的牌子 都還不先進來這個會場 然後我覺得你們洛杉磯真的很奇怪 你知道嗎 都已經那個下午四五點 太陽還這麼大 這就是洛杉磯的好天氣 但是我們來到洛杉磯這一年的 這個第七屆的 2001年的E3電玩展呢 我們學到很多很多新的東西 我們有一個結論囉 對 你看我們這裡學到一些東西 我們都寫下來 第一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呢 其實呢在美國啊 玩遊戲的人超過60%了 對 60%的人口呢 都有玩遊戲 然後第二呢 就是這個年齡 他們的平均年齡大概是28歲 對 所以不是在小孩玩的遊戲了 然後第三呢就是女生的 而且女生占的比例很高 大概43% 快要一半了 你想一想 現在43%的玩家都是女生了 還有什麼東西呢 就是跟現在這種電玩的 PC Game TV Game 賣得非常非常好 去年呢銷售量 年度的這個銷售量 2000 是60億 Oh my God 60億 2000萬美金 OK 然後在2000年呢 總共有2億1900萬 套PC Game TV Game賣出去 哇 那些東西如果全部堆到我家 我家可能塞不下 很容易啦 還有這個呢是 就是其實 買成品的年齡大概是18歲 對 18歲以上 90% 最後一個我最驚訝你知道嗎 他們做了一個調查 2000年這個調查 就是說問這些一般的人 你最喜歡這種休閒的活動是什麼 35%說現在是玩電玩遊戲 那他們都不看電影 不看電視嗎 電影是11% 電視18% 上網15% 還有看書13% 所以現在呢 大家都在玩遊戲 美國人啊 真的是比較流行 大家呢 平常不做的事情就在玩電嗎 對 所以我們來到今年的Easy 學到很多東西 對 然後我們也看到很棒的東西 對不對 希望明年能夠帶來囉 所以我們明年呢 再回到洛杉磯呢 跟大家這個見面 但是我們上禮拜呢 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頻道 還是有我們的電玩快達 我是電玩小木律小千 我是電玩騎兵艾莉克斯 Peace